永续在哪边?原来永续就在你身边 可是又买过,然后就放在家里的那个花瓶里面 但很可惜的是,它一个礼拜就凋谢了耶 不过绽放的那个礼拜是真的蛮美丽的 我自己也蛮喜欢逛花市的 特别是每一个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花 那左边你有注意过就是你买花的时候 那个花是从哪边来的吗? 嗯,我好像是比较注意价钱啦 不过呢,我有发现玫瑰花啊 它们有一些非常特别的颜色 我不是很确定它们是不是台湾原生的 还是国外进口的 如果是玫瑰的话,我之前有看过资料喔 好像台湾有一部分就是自己生产的 价格也比较便宜 那当然也有一点点从国外进口 例如说情人节啊或是七夕的时候 像欧美啊,它们也很喜欢鲜花喔 例如如果情人节前后鲜花的消费量 就会高达20亿美元 最热门的呢,当然还是非玫瑰花莫属 不过其实因为欧美它们的玫瑰花 大部分80%都不是当地栽种 是来自于国外的 那你知道花其实很娇嫩 它坐飞机啊或者是运到店里的店铺 那个货车都需要开冷气 整体的耗能跟碳排量 其实非常的大 那最近又因为那个疫情 航班都被打断了 所以啊,其实欧美 现在有人在讨论一个概念叫做漫花运动 慢慢被大家给重视喔 漫花运动吗? 你是说很慢的慢吗? 对 我觉得漫花运动听起来很浪漫 但字面上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活动呢,是由美国的西雅图作家 Debra Prinzi 她在2021年出版了一本书 之后发起的运动 那她的主要概念呢 就是希望花店跟花农 能够采购在地栽种当季的花卉 那也鼓励大家用行动去支持他们 购买这些属于在地栽种出来的花朵 减少从海外进口花卉 如此一来也可以减少进口过程中产生的碳足迹喔 那她特别呢,还创办了一个网站 串联起当地的花农、花店、花艺工作室、婚礼公司 还有其他的花艺设计师 希望大家都一起思考 你从哪里买花 能不能创造一个更永续的花卉商业模式 那她的网站上也整理了很多 美国跟加拿大在地的花卉农场、花商跟工作室 鼓励消费者去搜寻靠近自己家附近的商店 购买在地的一些花卉 进行永续支持 Deborah希望透过鼓励消费者 认识手上购买花从哪里来 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 而且如果你这样子 持续支持在地的花卉的话 也可以帮助在地产业发展 那像有一个美国的独立花卉农场 她也积极响应这样的行动 推出以在地培育取代空运的概念 口号很可爱耶 很像什么以领养代替购买这样子 而且我记得食物也有人这么说对不对 就是你要吃当季的蔬果 或是地产地消的食材之类 也是一种慢食运动吧 不过我们没有想到花也可以 但是漫画运动在台湾有人推动吗 呃 时间的名词我是比较没有听过 不过之前疫情期间不知道 呃 左边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里 然后也很少买花 那就有花农跳出来说发起量导计划 就是鼓励大家买在地的花卉 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努力 那或者是说好像也有一个花店 发起叫做台湾花店散布地图 就是鼓励大家去走到家门附近的花店购买 那除了改变家里的氛围 帮助花楼你还能够支持永续一举三得 对啊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我们分享的漫画运动的概念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小事情 多做一点多想一点 都可以让地球变得更好 没错 好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喜欢和喜欢分享和分享 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永续在哪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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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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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